身穿黑色上衣戴着口罩 他是涉嫌盗用500名高铁会员点数的 28岁郑姓祖贤 另一名身穿绳色外套白色上衣的男子 则是同果共犯 高铁会员点数9月被盗用 超过500人受害 台北地检署深入追查发现 郑姓祖贤不仅侵入会员账户 盗取点数拿去兑换百货公司 以及3C通路的现金抵用券 购买高价产品变现 还跟游戏男子等人联手 侵入银行信用卡点数兑换网站 盗用数十万元会员点数 总计不乏所得获利数十万元 北检24号指挥调查局 兵分12路搜索 并且约谈郑姓祖贤等8人到案说明 全案朝刑罚伪造文书 加重诈欺等罪前侦办 其中北检复讯后 游姓男子涉犯刑法 妨碍电脑使用罪 正姓男子则涉犯诈欺罪 两人犯罪嫌疑重大 因此如今两名祖贤 统统遭生涯警戒 东西新闻陈明胜台北报导